全台最大的驗檢活動 20號在永和區國父紀念館隆重登場 規模比起往年都要更加盛大 新北市議員陳鴻源表示 驗檢活動今年已經是第15年 從單純的驗檢到現在還有一趟服務 另外也越來越多單位一同共襄盛舉 不但為長輩提供驗診還有按摩 讓活動更加多元豐富 這個活動是已經辦今年是第15年了 時間過得很快 剛開始就是有驗檢而已 現在慢慢的有驗檢有驗燙 還有現在有這麼多的單位 都一起來包括還有驗檢 所以長者每次來這邊都過得非常開心 每年都在期待今天的到來 曼督髮型董事長賴淑芬也表示 今年還特別加入驗燙活動難度也更高 所以感謝許多志工的幫助 讓現場長輩都能夠享受美髮服務 今天是我們這個第15年舉辦我們的驗檢驗燙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我們只辦這個驗檢 然後發現說很多的這個老人家頭髮 完全就是都扁塌沒有彈性 所以我們就開始加了這個驗燙的服務 另外新北市長朱立倫也到場出席 朱市長表示驗檢活動非常有意義 希望能夠越辦越好 為社會繼續付出愛心以及關懷 今年是我們第15年辦這樣的驗檢驗燙活動 尤其曼督每一年都是全力的來支持 我們希望越辦越好 越來越多的長者 越來越多的好朋友共同來參與 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快樂 現場有長輩表示自己每一年都有參加 驗檢活動不但可以欣賞表演 還可以美容美髮感覺十分享受 感覺很高興很快樂 因為我們都是獨居老人 辦這個活動讓我們都覺得 又有看聽唱歌 又弄這個弄那個太棒了 很好 感覺很快樂很喜歡來 我們每年都有來都參加 曼督美髮設計師也表示 參加驗檢服務已經有十幾年了 服務老人感覺很好 把他們當作自己的阿公阿嬤 幫長輩患然一新 感覺更加年輕 我們每年都會來 你參加幾十年了 好多年了 我們已經二十 已經很多年了 十幾年了 你們在參加這個感覺怎麼樣 不錯 我覺得幫這些老人家 做服務是很好的 對啊 因為阿嬤都是 把他當成自己的阿嬤看待 我在曼督已經將近三十年了 然後從這個活動開始一直都有參加 對 參加的感覺 很棒啊 就很開心啊 可以幫阿公阿嬤服務 當然非常開心啊 難得一年有一次的機會 賴董事長也表示 現場總共有八百多名長輩 參加驗檢 動員兩百三十名設計師 另外古堡家商美容科的學生 也到場協助 希望能夠盡善盡美 為長輩提供最好的愛心服務 中間新聞註人家 林凱俊永和報導